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早前看到港媒报道 大家都关注所谓移民潮的问题 但是黄柳权认为从人口数据和特区政府发言人的解释来看 形容香港出现移民潮不是事实 并不合谤 政府没有港人移居外地的直接统计数字 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城市 人口流动性一直很高 过去十年 不包括单程证的持有人 香港居民大部分年份军陆德正宜出 他说从数据显示香港人口减少原因 很多方面看不出人口减少 是因为移民潮 那正宗移民潮 现在拿着BNO在英国 英国已经说了有12万人 拿BNO visa 在英国生活 哦 不是的 他们移居不移民 不是哦 人家公布出来的哦 假的 那当然啦 这些外国势力说的东西就一定是假的啦 他们旅行 他们散心 那但是 现在的统计正流出人口是三十几万哦 哦 那些死了而已 凭空消失了 我们都明白的 难怪经常都说看到海上浮屍会不会呢 如果不是 我都解释不了哦 少三十几万人 那些人不是移民 那去哪里 你告诉我 国际大都会 每一年的人口比例 我们香港都是稳步上升 包括大陆移民下来香港的 今天 最新数字 是不见了1.6% 是1997年 有纪录以来 最高离港人质 那我 很简单 那些人去哪里 回了天国都好 都有一条尸子啊 大佬 就是凭空消失了 有黑洞 这样讲 是不是太过分呢 你可以讲背靠祖国 你可以说 什么都可以 事实上 人口别人移民 你不承认的话 那就真是生要见人 死要见私啦 更重要 他说 香港要跟外国联动 跟中国的封关 是没有直接关系 你有你的政策 如果是这样讲 联系交往方式 他认同香港和世界联通 跟内地通关并没有矛盾 此港府根据香港疫情实际 和全球疫情变化 情况调整疫情的安排 统筹疫情放空 和经济社会发展 无可厚非 不用过分解读 其实这里他就开了绿灯 就是李家超 开关啦 不关大陆事的 是你李家超问题 你看看 这些就是港澳办咯 当有人移民 没有啊 看不到 我 现在跟外国不通关 造成了香港经济的损失 其实不关内地事的 你内地不开关 你都可以通的 这些是李家超的问题 我不应该这么激动 我这么激动呢 让我骂人 实际上应该摆事实 讲数据 分析 但是分析的结果就是由头到尾 你掩耳道灵 明明是这样造成了大量的人离开香港 你不承认 这种掩耳道灵 视而不见 而更重要的 李家超是由你们委任他 跟香港一千五百万 一千五百人有关 七百多人 七百多万人是无关的 到今时今日 原来是特区政府 不是内地阻止你和世界通关 是你们因应你自己的疫情需要 不关中国事 根据以上两点 他所说的东西 讲来讲去 喂 李家超 你吃自己吧 有时看到这些报道 看到国内这种嘴唇 真是令人很惊讶 当政策 中国紧跟大陆的时候 一背锅 不关你事 是特区政府事 当特区政府 他自己想做自己的政策的时候 跟着又要一个中国行先 国家安全为首要 跟着不让你做 这些你就看到 为什么现在中国的企业 没办法做大做强的 最主要的原因 为什么 其实真的可以跟大家说 因为有党委书记 是政治的问题 不是经济的问题 当你委任党委书记 当你委任党委书记下去 而这个党委书记 他是不用在那个行业 或者那个领域上 他是专业的 到你专业的人士 比如好像市长也好 或者你真正这间公司的CEO 他去做些事 但是他下下要问一个 不懂这件事的人的主意 就是说用政治领经济 那你问你的决策 因他们的确讯 或者他们的看法而改变的话 这样你怎样可以行政有效 香港其实都是这一回事的 节目做到这里 拜拜